字幕提供 我是月主月好,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蒸水蛋 嘩,你這麼多隻? 這麼多隻雞蛋 蒸好大碟嗎?不是 我今天除了蒸 少許水蛋 我就蒸這個 帶子、豆腐、水蛋 蒸好豆腐 帶子、豆腐、水蛋 另外蒸一蒸水蛋 很多朋友都說 嘩,你一看很多特別的 蒸水蛋 很容易很容易 其實蒸水蛋是很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最初煮飯的時間 是真的有蒸的 整整一下,十幾二十年都沒有蒸 那怎麼為容易呢? 因為每樣東西不做就是難 因為要控制到它 又要不稀又要去不結 又沒有豆腐 你說多難呢? 不是經常做的 如果我每天蒸的包是容易 所以這次呢,我都是試一下 如果蒸得不好的,我都給大家看 我用憑我去蒸一蒸 好了,稍後再跟大家說 蒸一蒸 都是它的道理 蒸的就是溶蒸 好,稍後再跟大家說 重複水蛋 以帶子用了蒸 我們當然要 沖乾淨 其實沒所謂的 OK的 OK 為了好吃 我們可以加少許 鮑魚汁 先把它倒進去 因為它的蛋和豆腐是沒有味道的 但是呢 我們要加少許 但不要太多 會影響的 只是蒸水蛋很單調 所以就蒸一蒸 有些素食 你怎樣都可以 倒進去就可以了 其實都是吃進口 不過做得好一點 就盡量 盡量 希望它 可以倒出來 哎呀 其實很難的 可以了 做得出來 我們先剪開它 你們怎樣做都可以 做正方形都可以 長方形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的 不用太過刻意講究 希望盡量做到 你們想要的效果 是不是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效果是自己隨意的 我就想是這樣 不是說 絕對是可以的 先整理好 好了 先整理好 你所要求的 同案 好了 快點 好 再跟大家說 蒸水蛋 每個人都說容易 譬如一隻雞蛋 加多少水的呢 就有幾種方案 大部分都是一隻雞蛋 一份雞蛋兩份水 大部分的 對 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因人而異 我覺得 我記憶所及 一份雞蛋 1.5份水就好了 1.5至2份之間 不要多過2份 最好就不要有2份 好了 每個人都有一個錯誤的方法 首先 我的做法 首先 把雞蛋打在碟杯上 五隻 我現在用五隻雞蛋 對 大部分的朋友 就 倒五殼這些水 就可以了 這個是錯的 因為 分量一定不適合 因為雞蛋都不是全部 是這樣的 我們呢 你看到我有一條 醬筋 不要低一點 對 你要告訴自己 這五隻雞蛋 就是 準確一點 就是這裏 分量 我沒有量杯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 我以前也是用這個方法 幾十年就沒有用過 對 大約在這裏 OK 那你就知道 一份水就是等於 這個 1.5就是這裏 多一點都不要緊 千萬不要多過它 我倒進這個盆子裡 我應該要打蛋 當然是要加水 剛才我不是說 這裏是一份水 凍滾水來的 煮過的 不夠乾 OK 不要過了 一份水 大部分人都兩份水 就倒兩份就算了 不夠了 我就1.5夠了 1.5多一點 對 這裏 肯定就不是兩份 是不是 穩陣很多 倒下去了 現在才開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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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過程之中 有很多都加鹽 加些鹽 都是沒有錯的 又覺得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很有趣的 現在要拔起這裏 不要太煩 還有這些咖喱 很久的時候要小心點 因為不要太大力 要不然又撞回這裏 你又要拔過 盡量 蒸一個水蛋 普通煎水蛋就是這樣 是嗎 都有一兩碟 有它 沒有太執著 這裏 就是 豆腐蛋 豆腐蒸水蛋 可以 輕一點 都是 輕一點 有很多 可以了 好了,我們稍後蒸給大家看 這個單一水蛋要用保鮮紙 因為它的原心點最難蒸熟就是中間那裡 所以我們為了不起泡,我們也要用保鮮紙封住 封住之餘,中間就要開一點洞 用刀片切開,切開一點 讓它的蒸氣在中間,即是三邊都有 這個其實都可以封保鮮紙,我這次就不封了 看看分別是怎樣 好了,我們稍後過來這邊蒸水蛋 我這次是瑤柱蒸水蛋 所以我們就要放一些瑤柱 不不不,是帶子 有些傻傻傻的,為甚麼呢 你先放好 好了,把帶子放進去 就預備過來蒸水蛋 要先用煮滾水 預備,是蒸的,開大火 一定要煮滾到,看水滾滾 就可以放水蛋進去 這個豆腐帶子蒸水蛋 小心點,小心點 另外呢 另外呢,這個只用蒸水蛋 你以為沒有,就一樣可以了 只用蒸水蛋 你明白嗎 會不會 按夠位啊 都可以勉強 這樣蓋蓋了 蓋蓋了 蓋蓋了之餘 有時間性 有時間性 現在這樣,就先蒸4分鐘 哎呀,立即看看 來,4分鐘 攪拌4分鐘,開始 開始 4分鐘之後 一響鐘開始,我再跟大家說 好 蛋呢,我們要放些蔥下去 才是好看的 可以做 就要切開些蔥粒 少許可以,又不用太多 點綴一下 哎 哎,搞定 哎,關火 好了,4分鐘,現在就關火了 時間到了 OK,那現在怎樣 就要再烤8分鐘 8分鐘 對 OK,開始 好了,8分鐘之後 就開飯了 稍後再跟大家說 哦,8分鐘左右 好,現在大家看看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了 十幾二十年都沒有蒸過水蛋 好害怕啊 嘩 這個情況 一個沒有保鮮紙 一個有保鮮紙 好,現在拿出去再跟大家說 蛋出來了 哎呀,有點害怕 哎呀,一般 一般 你說好可不可以的 這樣呢,我們先加些蔥味 就試 漂亮 漂亮 沒有色 好像怎樣的 對 對 放幾粒蔥來 好了,那就要試一下 哎呀,一般的 我都覺得可以 來,看看 這個 靜的水蛋呢 先看看 哎呀,好害怕啊 咦 可以啊 哎呀,嚇死我了 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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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蒸了 都可以啊 喂,看到了 是真的 剩水蛋就這樣 是可以的 是不是啊 不是說謊 我好開心 其實真的很難 放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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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這個豆腐帶子水蛋又怎樣呢 就是一樣 是不是 是不是 不錯啊 我好開心 這次 希望啦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到 當成功的啦 真的 好久沒有蒸了水蛋 多謝各位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嗯 這個 好吃到不得你 我第二碗 有時候現在在家裡 要煮一些特色的東西 給小朋友吃的 這個就是炸醬麵 那你撒下去就可以 吃多少就可以 撒多少了 這個就是炸醬麵 希望大家都喜歡吃 多謝大家 炸醬麵